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文创园区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Coco文创园区礼拜五 七点半到八点这个单元 我们的主讲人是 知识创投的共同创办人 詹一剑 一剑他自己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学门 最后他读的是习惯 但是他有一个博士学位 对 我是理工背景 然后才念商馆 是 你们这些理工背景后来念商馆 让我们觉得有点啪啪 为什么 好像就很强势 这个 就竞争力比较强 不一定 我们其实通常理工背景 人都比较宅 比较不会讲话 那你就找一个会讲话的 帮你作为你们的partner就行 所以你现在的创业的状态 就这样子吗 还是你们知识创投都很宅 我们其实四个都很宅 我们公司是四个工程师 其实 我们合伙人其实都很宅 对 因为我们都拿 都拿Android手机 听说拿Android都是宅一难 我就不爱线嘛 爱线的就iPhone 那我拿的是iPhone 好的 这个 一剑他每个礼拜五的 这种不同的 这个单元的 这个 介绍 那 有很多的案例 提供给大家 特别是上个礼拜 那两位 对不对 这个 David跟Kevin 他们两个的故事 几乎都可以拍一个小剧 叫做David and Kevin 还蛮小清新小确幸的 对呀 骑的U-bike 骑的U-bike 坐Evan 然后跟五月天合作 感觉就很 你看很文青 对呀 我有一天跟一个朋友说 我说你知道五月天 人家多有头脑 还投资那个APP的一家公司 那个对方就觉得 哇 所以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文创事业 其实文创就是未来的 产业的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核心 因为文创后面 要有硬体的支援 对不对 要有创意的软体 就是所谓的内容产业 因为像五月天 他除了投资 这个网络公司外 他其实之前就有个潮牌 对 State Real 听说营业 已经铺好几亿了 因为他有卖到日本去 他光卖他那个潮牌的衣服 营业的就两三亿 T恤而已 对啊 真的吗 真的很夸张 可是他叫五月天 所以他们 他们其实除了说 那个很能够唱歌 很能够激励人心 其实他们本身也是 不断在突破 他们自己的极限 就是说怎么样 从一个音乐创作者 变成一个商业经营的头脑 对那像我们跟他们 在合作一起 一起做这样的 网络产业的时候 其实也看到 他们其实很有策略 他们很知道为什么 譬如说像另外一个 我们知道台湾 现在有一个 在做电子商务的公司 叫ASAP 就是闪电购物 对 其实他们也跟五月天 在合作 对 所以其实五月天 他们是很有策略的 在跟 甚至他们的公司的名字 叫UITOS UITOS ASAP的母公司 当初也是五月天 给他们一个idea UITOS其实是来自 那个拉丁文里面 细胞里面 有一个母体 叫做 叫做立腺体 立腺体就是 细胞里面产生能量 然后让那个细胞 可以真的 代谢的地方 所以 UITOS ASAP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变成每一个 城市的立腺体 带动那个城市的能量 让它城市的这个 运输的速度变快 所以 为什么他今天 做五小时 到台北市到货 他其实未来 会越来越快 电子商务 其实这件事情 跟最近我们今天 要讲主题 第三方支付 就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以后 是不是所有的事 恐怕都是在这个 都变成物流业来主导了 这个 像我 你问我 我买书 不好意思 我可能到我们家附近的 很漂亮的书店去逛 可是 我如果到网路买 他还少 少一成 除非我很快需要那本书 然后第二 我又不必搬 所以 我到那个 不管是 陈品他自己也有网路 那还有伯克来什么 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对 完全没错 是不是这样 对 这个现象在美国 其实 前年就发生了 在他们感恩节 跟圣诞节假期的时候 他们购物热潮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到 以前卖场是买东西的地方 所以卖场就是像这种 wholesaler 或者是零售店 但是很多人去看了之后 就拿出手机去比价 因为现在手机上面很多app 可以帮你比价 甚至说连到Amazon去 所以你一看 原来线上的价格更便宜 而且就像虎虎姐讲 就是我不用搬东西 我到卖场去看东西就好 对 所以这个现象在美国 叫做show rooming 就是卖场的展场化 好可怜 大家都去看不付钱 对对对 卖场变展场了 所以你这个厂商 现在要把卖场跟网路 要结为一体了 否则你就赚不到钱了 对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为什么要推动这个 我们叫第三方 非金融机构支付的一个方式 因为当然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买Owami 所以要O2O 要用行动支付 那这背后也有很多的逻辑 我待会可以来解释 对 好 今天的意见帮我们谈的 就是所谓第三方支付 对 什么叫第三方支付 那他不是一个金融机构的支付服务 但是金融机构可以做第三方支付吗 在台湾 原来是不行 本来我们是不行 我们目前是在一个 就是我们有三个阶段 目前我们正在上路的 就是所谓电子票证管理发行条例 所以目前有一些在线上 可以用信用卡刷卡 或是ATM结账的这个机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买东西 目前我们都是透过 这也是第三方 过去的第三方的机构 我不是营业者 我也不是银行 可是其实本来第三方支付的意思是说 他非买方也非卖方 因为第三方支付当初出现的背景 在中国大陆或是美国 就是从拍卖这个行业来的 那因为拍卖的时候 其实我对买方或卖方不见得有信任感 我不认识你 我怎么知道你的东西是真的 反过来说 我不知道你钱是不是会真的汇给我 所以第三方就是 我担任一个公正角色 就是你先 比如说付款方先把钱 放在一个户头里面 那当付款方收到货品 或是他要的服务之后 他先再把钱付给那个收款方 所以他是非收付双方的 第三方的意思 那所以第三方还有两种意义 第一层就是我刚才讲了 非金融机构或营业者 他是另外一个收付机制 第二个他是非付款 或是买收款方 不是买卖双方 对所以第三方有两种概念 是是是 那我们过去这个电子票证 他是从金融里面的这个 交易方式延伸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过去从这个实体的货币 开始延伸到所谓的塑胶货币 信用卡的时候 那信用卡的应用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也像后来我们甚至有小额支付的悠悠卡 所以他们就慢慢被归类到所谓电子交易里面 是是 对 可是这部分因为过去的限制就是在线上 可是线上的话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一些像学生啦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可能对于信用卡没有信任感 台湾过去也曾经有双卡风暴 所以就会对于说 政府也对信用卡管制比较严厉 然后加上我们ATM其实也还有转账的限制 是 为了防诈骗 所以其实这个线上的交易 其实他还是受到了信用卡 和这个所谓的ATM本身的限制 甚至说有些人他没有信用卡 那他怎么做线上的交易 对 网路上 对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那UO卡它可被虚拟化 是不是一定要带着一张卡 当然UO卡它有它有个TAG 有个ID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就是BB的方式 就是这个我们叫R 就是认证的方式 去取得这个金融交易的凭证 但是如果我用手机 或是用线上的 因为我们线上交易 过去我们ATM还要加上什么 自然人凭证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极致 那在行动方面 或者说在这个 我们叫做虚实整合 为什么说 我如果要实体的系列 我可不可以用手机就结账 这其实过去在美国 已经出现一家公司叫Square Square方块的这个Square 那Square去年在美国 它的新手的金流 已经160亿美金 它就是一个刷卡机 在插在你的这个手机的耳机孔上面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刷卡机 当然你需要经过一定程序的申请 可是它比相对过去这个刷卡机 就是一般商店刷卡机来的便宜 而且变成是消费者就可以申请 所以你要用 就是你要刷卡给别人 或是你要收别人的刷卡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块来收集 不一定要透过信用卡公司 对 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个消费卡 消费者本身的 而且像美国 其实他们debit卡 就是所谓的计账卡 比信用卡来的普及 所以其实那个安全性 是更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的第三方支付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个法案 然后真的我们业者可以使用 我们要进端广告 不好意思 以前很快的要告诉我们这个 第三方支付 好不容易在台湾突破了一个小口 对不对 那这还是经过很大的一个 这个小小的议论上的革命 那换掉了一位金管会主委 才完成的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行动 网络跟文创产业影响是很大的 那所以你也认为 因为这个第三方支付的关系 在这些产业当中的年轻人 这个可以以这个方向 作为他们加入这个事业 或是创业的一个目标吗 对就是法条开放是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政府的态度是更重要的 好这一点很重要 支出创投的共同创办人 张一健在我们的现场 政府的态度这件事情很难办 但是要慢慢的穿透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我们今天从第三方支付看网络 跟行动 这个以及文创业者的影响 我们今天请到的仍然是 礼拜五的主讲人 支出创投的共同创办人 张一健一健 要请教你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第三方支付 只是初步的吧 跟其他地方比有点差别 但是我们的第三方支付是 就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买东西 然后我把钱呢 这个付给另外一个人 验证了你的东西是好的 你再去收钱 就这个意思吗 原来第三方支付的精神是这样 那不过这个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看了很多报道跟分析 其实不同的国家 它的环境不一样 所以当初其实第三方支付 在美国开始说 是因为他们这个网络拍卖 流行的很早 然后后来eBay 把PayPal这个支付工具 收购了之后 那第三方支付在美国成为一个很主流的 因为他们其实信用卡 也没有我们想象这么普及 美国多数还是用记账的方式 就是说直接从账户扣款 那中国大陆是因为当初呢 这个在电子商务开始的时候 那他们的ATM也没有像台湾这么普及 信用卡发行率更低 所以很多数这种周小企业主 或是有消费能力的人 他其实宁愿用现金的方式交易 可是网络现金交易很麻烦 所以支付宝就是所谓这个淘宝 他们开发了这样的一个支付工具 那其实也就是第三方支付的 目前我们当初在议论的很重要的一个 但是其实中国第三方支付 跟台湾第三方支付 当初发展的环境不太一样 那所以经过过去一整年 很多这个电子商务业者 还有网络业者去争取之后 其实目前的开放 跟当初想的算是比较接近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定义成 以后第三方支付 就是我们讲的电子金流的概念 它不一定是就是电子商务才用的 因为所谓的线上跟线下的 这个虚拟跟实体世界的穿透 变得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 就是以后那个不是拿钞票出来 是拿这个手机 对对对 就是各位想象说 我们把Yoyo卡换成手机的概念 对了好 那可是这个说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很复杂 因为手机虽然现在开始 像Google在推这个 我们叫NFC 就是Near Fear Contact 进场接触的这种结账方式 它也是一个感应装置 所以NFC除了做交易 其实也通常拿来做装置的连接 像Sony有一个镜头 就是用NFC跟它连接 它的手机 所以NFC只是一个连接的方式而已 所以它也可以当作一个Tag 那金融交易呢 如果透过这个方式的话 重点是你认证机制是谁 那还有目前我们前天通过了这个 就是第三方支付整个开放 包括三个阶段 目前的阶段就是我们已经上路了 就是电子票证 可是我们在今年下半年会通过 就是所谓非金融机构支付管理条例 这个过程 我们就会第一个 就是说除值的上限会增加 目前是非金融机构 是不能预做这个除值的 那目前除值开放之后 它的上限是三万块 然后再来是我们甚至开放 要做外币支付 就是我除值不但是台币而已 如果我觉得美金或人民币的汇率 或是什么因素 你的这个境外的这个所得比较多 你愿意用外币来支付的话 其实你不用转成台币再预付 可以把那个汇价 汇差给这个 那当然如果 那每笔交易可能还是三万块以内 但是它你可以预除的金融 如果变多的话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可能 但是昨天有个新闻很有意思 这个统一板级说要用支付宝 来做来结账 那马上就引起很多正反意见 其实这非常有意思 因为有人说违法 有人说这个有什么违不违法 因为他如果是用国内信用 他只是在增加一层 他的绑定的方式 因为其实支付宝 他不是只有绑 就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支付而已 他会绑定你的账户 或是信用卡的卡号 所以其实你如果还是用台湾信用卡 只是你用支付宝 或是为了方便大陆的旅游团 来台湾消费的时候 他如果有银点卡 没在身上 可是用支付宝 可不可以 这都是一个有意思的 我们人民币都跟台币 要好好的多交易的吗 所以有人说 这个第三方向支付开放 其实等于是让支付宝 更大方的走进台湾 那我个人是乐观其成 其实就是说 这件事情其实就像福茂一样 他本来就是两面刃 如果我们有竞争力的话 你也不用怕人家进来 出版业者当初 就是我觉得这是双命 当然了 你必须说中国 他在某一些做法跟心态上 一定有他背后的agenda 可是如果你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你也不用怕人家 对不对 这是心态上的问题 那第三方支付长期 我们会走到 个叫电子金融法的 这个方案上面 那预计也是今年下半年 去争取这个法案的立法 所以到时候的这个 我们讲的虚实整合 就是线下交易 会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以后我们的这个 就买卖东西的这个习惯会不一样了 即使在实体市场里面 也不是从口袋里面 或是这个皮夹里面 掏钞票出来 对不对 掏出手机来 或者是另外一种东西 那手机还是最方便的 那这样会影响到智慧型手机 就会越卖的越多 然后对其他的文创 网络或是行动 整个相关的业者 有什么影响呢 只剩三分钟了 不好意思 第一个是说电子 就是说电子商的交易 会变得更频繁 因为过去有些像学生 或是一些不习惯信用卡的人 他对线上交易 是没有那么有感觉的 他觉得付款很麻烦 那一旦我们开始开放这个 比如说美国好了 我们讲Amazon的消费 跟台湾最大差别是 Amazon可以记得你的账号 所以Amazon有个很特别的 消费模式叫做 One Click Shopping 我买过之后 我下一次只要按下去 购物车 我直接就直接寄货到你家 甚至 Amazon最近在推的是 我预购 甚至是我预想你会买什么东西 我先寄到你家去了 你都还没有买 反正你可以退货 免费退货 那这个未来在台湾就有机会发生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开放 越来越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绑定 越来越多的资料 那个人资料法 目前大概很多规范 但是这个部分是有机会的 那文创 因为很多东西是这种设计品 所以他有时候是冲动型消费的 那冲动型消费的问题就是 你当人家掏出 就是你结账越复杂 那个冲动就越来越低 你知道吗 就是结账越方便 他就越容易买 对对对 这是真的 那像你看电视购物 或是我们 我们有一家投资公司 叫那个创业家兄弟 那他们做就很像电视购物 我们每次上去逛 总会看到一两样 这个东西我没看过 好想买 如果这个结账 从三部变两部变一部的话 这个金额会越来越大 我讲你很对耶 因为我每次要结账 到了第四部的时候 我就烦了你知道吗 而且慢 网路慢 才不理他呢 你一enter就没了吗 对 如果如果都是one click的话 我跟你说电子商务会 会整个再从一照 变成两照三照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在这个第三方 支付金融这个方面的人士 我们在行动网路跟文创 特别是我们这个节目 讲的文创业的这个人士 他是可以好好的来 发挥他们的拳脚吗 对 就是两种 两种一个是做实体生意的人 那你那为什么要 第三方支付金融 因为他可以记录你的交易 交易交易方式 所以某个程度 当然说你可能就不能 讨漏税了 可是另外一方是 你可以知道消费者 你的客人的资料 都在你手上 对对对对 这就是电子发票 还有电子交易最大的优势 你可以记录他 然后做会员管理 反过来说未来这个 做线上交易的人 你也可以透过手机 因为未来有可能是 手机跟电脑来交易 你是掏出你的手机 跟电脑逼逼 用一个code 我就想这样子吗 那当然可这件事就会一样 你也可以因此用 那个人的手机资料 甚至上他的line 所以是双向的 这个世界变得 当然你可以说很可怕 每个人都知道你的资料 可是你也可以 因此你可以得到 更多的消费的优势 就是人跟人之间 透过一个互联网 其实已经变成 另外一种互动 所以将来的 所谓的隐私各自什么 我觉得要有不同的 权势的概念了 对不对 不要用传统 那我们现在用手机 可以坐高铁吧 可以 但是好麻烦 对就是这个 而且我这个朋友 手机荡掉 我不知道怎么办 知道就去买 我上次本来说 要用手机来这个 看了它中间那种复杂 算了算了 我去付钱吧 对不对 好谢谢 谢谢一见 谢谢大家